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风格影链上海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曾燕 同时也是纳西族首顾青少年励志电影《寻找雪山》的出品人和总制片人 大家好 我是曾曾 我是《寻找雪山》的出品人和总制片人 我是《寻找雪山》的出品人和总制片人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曾总 《寻找雪山》这部电影是一部少数民族纳西族的电影 您当初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其实就是说是我是从小非常喜欢看电影的 然后应该算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吧 那就说是因为从小就看了非常非常多的咱们那个中国自己的那种儿童电影 比如说有一些 比如说像什么《豆蔻年华》了 然后《小兵章感》了 但是就说是随着年纪渐长吧 特别当了妈妈以后 我发现好像就是现在咱们的孩子没有这种 自制的 没有这种自己的 就是说自己中国本土的这种片子非常少 好像没有看的 专门给小孩看的这种 对 就是说我感觉就是专门给孩子们看的电影非常少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了《寻找雪山》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写的 她叫吴岳璇 然后就是当时我看到《寻找雪山》呢 她是讲述就是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山区 有一对跟随外婆生活的兄妹 他们的父母呢 因为就是说是在采药的过程中意外坠崖下落不明 然后呢就是大人们都跟孩子们说 你们父母在雪山上 编了一个很美的故事 对 就是编了一个很美的那种神话 算童话故事给孩子们 那孩子们就是因为太思念妈妈了 那就趁着学校的假期呢 就凭着一张雪山的照片 然后去找妈妈 在这个找妈妈的过程中呢 就发生了很多就说是 关于亲情友情的一些 很正能量的故事 那我觉得就说是 真是蛮感人的 然后我感觉现在咱们的孩子们 其实就说是需要看到这种很正能量 然后就说是满满这种 充满那种有爱互助精神的电影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决定来拍这部片子 所以说您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 还是为了就是给咱们中国的这些少年儿童 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 就是说励志的这个人物可以去学习 对不对 我做电影的初衷也是觉得就是 首先是圆自己的一个电影梦吧 然后其实就是说是想做一些 咱们中国自己的优秀的儿童电影 让咱们的孩子就是说是 不只是看外国的这些片子 能有咱们自己国家的片子可以看 您作为这个总制片人 应该是在拍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跟着剧组 是吧 从剧本的改编到演员的选择 然后就是到最后我们后期制作 后期剪辑这些我是全程都跟着的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 就是说拍摄过程中的一些趣事 印象特别深刻 那我觉得这个最好玩的趣事 应该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女艺号阿花 她是一个就是她片中设定的这个角色 是一个四岁的小孩 那因为年龄太小了 我们选择的演员呢 是一对纳西族的双包姐妹花 可能在片场大家最大的乐趣 就是分辨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因为长得实在太像了 我们基本上分不出来 因为咱们这部片子就说是 95%以上的演员 全都是纳西族本土的孩子 曾曾您在这个电影当中 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事情 有啊 比如说有一天的话 就是刚吃完我拍了一场戏 那里面的话是我和阿木外婆 一起上山去找阿木和阿花 就是两个小主角 但有一场戏是吃干凉的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刚吃完午饭嘛 所以我就又硬吃了几十个 反正是太饱了 晚饭都吃不下 就因为刚吃完饭 然后又要去拍戏 不知道还要再吃一个 所以说当时就吃的特别饱 就是整个一天都在吃 对的 而且小孩子嘛 特别就是说好像特别实诚 班长和外婆 就是他们在寻找过程中 坐下来休息 吃这个耳块的这种过程 在片中呈现也就这么几秒钟 对 但是就说是为了拍这个镜头 两位演员吃了有二三十个耳块吧 因为就说是各种角度的在拍 拍了以后后面方便剪辑嘛 然后就是每次都得用一个新的在吃 然后反正大概应该是 吃了几碗 吃了一个一个的耳块 吃了二三十个吧 二三十个 对 就是那么大的耳块 吃了二三十个 哇塞 那那天真的是 他大概第二天都没有吃饭吧 太撑了 你以前有没有演过一些什么样的电视剧啊 电影啊 还是这是你的第一部电影 这个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不过最后之前我还演过一个冰剧女娥的舞台剧 饰演冰剧女神 她演过中国历史的典故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里面孟兰从军里面饰演荒木兰 金沐嫂就饰演兜太后 嗯 你自己喜欢表演吗 嗯 挺喜欢的 嗯 那这部电影的话 应该电影是第一次尝试的 你觉得演这部电影跟演其他的一些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嗯 有一些不同呢 这次的片 这次的片长很漂亮 嗯 然后的话 已经是古台 舞台剧 古装剧 嗯 这次的话呢 是我们本土又是云南自己的电影 肯定非常如性 嗯 那曾总您在这个选这个小角色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考量的因素 就是因为小朋友我知道演戏的时候很难你去 我觉得是比成人是不是更难去调动他们的情绪 嗯 对 因为像我们片中的几个小主角 嗯 其实都是蛮有特色的 嗯 因为像男一号阿牧 嗯 嗯 她是我们公司签约的小演员了 嗯 她演力精力也算蛮丰富 嗯 也是出演过舞台剧 演过电视剧 这次也是她的大荧幕首秀嘛 嗯 那她可能就是说是在片中呢 她会是一个 嗯 非常全能的哥哥 嗯 就是那个 好像妹妹什么时候需要她 她就什么时候能出现 超有能力的一个角色 嗯 那像我们的男二号阿山呢 就是应该是全剧 很负责搞笑的一个角色 反正大家 呃 就是说是我们 像我们之前在 金字百花电影节的上面有过那个观众见面会 嗯 那大家看了这部片子都觉得 呃 这个阿山 就是说是好像是一个开心果的这个样子 嗯 还有那个女主角阿花呢 嗯 女主角阿花的话 就是说她们呢 是一对双 我之前说过 她们是一对纳西族的双方姐妹 对 因为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这个阿山的话 她也是纳西族的 嗯 那我们这部片子 其实就是95%以上的演员 通通我们都是启用 纳西族本土的一个 孩子和演员 嗯 嗯 那就是因为我们是想拍一些 就是非常纯粹的 很本土 很民族的东西 对 因为我们感觉就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 对对对 那云南丽江呢 其实就是说是真是风景非常美 嗯 那我们在寻找雪山这部片子里面呢 也是展现了非常多丽江的优美风光 嗯 那我也希望就是在影片上映以后呢 观众们可以就是说到影片去观看我们寻找雪山有多么美的风景 嗯 后面呢也可以就是说是来到丽江 按照我们寻找雪山的这么一个路线 嗯 来体会丽江的优美风光 嗯 我想等这个片子上映的时候 应该会带齐又一波 这个去丽江旅游的一个这个潮流 嗯 希望吧 您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 嗯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资金问题了 嗯 不过只能说还好到现在我们坚持下来也完成这部片子了 嗯 而且咱们这部片子呢 就是在9月份第26届中国经济百花电影节上呢 嗯 少数民族影展单元刚刚获得了就是那个最佳新片奖 嗯 然后10月份的那个中国首届少数民族电影节 我们就 掌握了最佳故事片 嗯 最佳新进制片人和最佳女演员三项大家 嗯 那这次就说非常荣幸能入围这个中美电影节 嗯 今天时奖的这个提名 嗯 那和这些就是非常多的大片来决注今天时奖 其实我们压力蛮大的 嗯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寻找雪山作为纳西族首部青少年立志电影呢 就是有它的特别的亮点之处吧 嗯 嗯 我听说好像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有一些演员会有这个高原反应是不是 啊 对 因为云南海拔比较高嘛 嗯 那像我们演阿牧外婆的苗苗老师 嗯 她就是呃 长年生活在北京 来到这边就肯定是非常不适应 不习惯 嗯 但是苗苗老师非常敬业了 嗯 每天呢都是吃着抗高原反应的药 嗯 然后呢就是凌晨就起来化妆 嗯 那天我们因为其实就是我说过资金困难我改进度嘛 嗯 然后就是每天都拍戏到深夜 嗯 正是我们觉得就是老一辈艺艺术家这种得意双星的这种 态度非常值得现在我们的年轻人 还有就是呃 我们的小孩演员们去学习 嗯嗯 曾曾有没有觉得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 觉得呃 有一些自己觉得一些小困难 你觉得挺难克服 但最终也克服过去了 嗯 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况 嗯 比如有 比如有一场戏 就是瑞斯学校里的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得非常热 然后这个戏服也算是挺厚的了 对对对 简直热都不行 但是还是凡凡凡我拍了好几场 嗯 这也算是我觉得 我觉得拍摄过程中的一些 就是中国历史典故 嗯 我们推出了三部短片 嗯 一部是木兰从军 就是说是室友打算就是做云南独有的15个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系列的电影 嗯 我是比较希望能把独有的15个少数民族都全部拍一遍了 嗯 对我们是想就说是让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都能让全世界的观众来了解云南 嗯 了解云南的优美风光了解云南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人文的嗯 嗯 让全球的青少年儿童把来就是说是很真正的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这些比如说秦始皇嗯 比如说那个陈吉思汉比如说武则天嗯 就是说是这些非常有名的人物嗯 让孩子们就是说是能不要通过一些呃也史也好嗯 各种就是说是不实的改编的剧情也好来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嗯 我们做长和大典的初衷呢就是希望能让全球的少年儿童嗯 能非常真切的了解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嗯 因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那就说是这些非常有名的英雄人物 像秦始皇啊嗯 唐太宗李世民啊嗯 一代女皇武则天嗯 这些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对 但是可能孩子们的话毕竟可能就说是呃 一些接受接受这些知识的呃 渠道有限吧对 那可能就是说是不会很真实的那个了解到这些人物的嗯 一种非常励志的这种过程那我们长和大典呢就说是嗯 会我们会全部就是全部角色我们会取用都是启用那种五到十四岁的这种青少年来演绎嗯 那就是说我们从剧本的把控上来说我们就会从剧本开始把关嗯 嗯就说是每一个人物我们体现的都是非常正能量的东西嗯 然后就说是让孩子们就是哎知道这个历史人物都是他满满的正能量嗯 嗯真真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电影啊电视的嗯 嗯就像之前曾老师说的那样啊 国内基本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经常演的片子嗯 随便呢我对着看书看小说嗯 有没有一些什么电影角色你你是能记得的 给我们说一说嗯 嗯都是有挺多的嗯 比如说呢总之电影这方面的话我比较喜欢哈利波特这个系列嗯 所以说现代小孩很多还是喜欢国外的这些对 人物角色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是这个也不是说孩子们都喜欢国外的那国内的其实真是好像这块很缺失的 有点想不起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当代啊比较比较红的孩子们心里面都能够想起来的一些动画角色也好 然后这个善儿定也好对吧对好像非常少嗯 所以的话嗯我们寻找雪山应该会是我们拍的就是说是这种青少年少就青少年励志系列的第一部片子吧嗯 后面就说是嗯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系列的片子呢就是说嗯有一部分我们还是会侧重于青少年就是看我们到最后选择的这个表现这个民族的这个故事的 说这个剧本我们可能还是会侧重一点青少年励志这一块嗯 但是就是说是也会其他题材因为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民族的都适合青少年的题材对 那就是我们会侧重青少年这一块那就说是嗯争取就是说我们能做一些让孩子们就是说比较印象深刻的嗯比较能让他们记得住的中国的儿童电影嗯 您现在这个计划当中应该还有两三部电影对不对嗯两部电影两部电影这次的这个寻找雪山也入为了中美电影节今天是讲对吗嗯对的就是非常荣幸能入为这次中美电影节的今天是讲的提名了嗯那就是非常荣幸这次寻找雪山他能入为这个中美电影节的今天是讲提名嗯 在此之前呢就是说是寻找雪山的第一个奖项是第26届中国经济百花电影节少数美租电影展优秀新片奖那其实真是蛮荣幸的嗯是因为经济奖是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吧嗯您您是一直从事这个做制片的电影制片工作吗嗯没有啊 其实我从事这个制片工作也才两年不到的时间吧嗯就是我们工作里面成立正式成立以后呢嗯就是说是我才开始来做制片这一块嗯嗯您之前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嗯我之前从事金融行业的嗯看着您也是非常干练啊谢谢 特别像做金融这个行业的女性那后面怎么会转座去做这个制片人呢除了有这个电影梦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嗯嗯因为其实就是说是我是从小比较喜欢看电影嗯但是当了妈妈以后呢我就觉得好像除了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些电影可以找出来给孩子看以后呢嗯好像感觉没有非常适合孩子们看的片子了嗯嗯然后呢因为就说是 就是也像我说的我没想到就是说一个十岁的小孩能写出的故事能那么感动我那么动人对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把这个故事给他拍出来嗯嗯那然后就让更多的孩子来嗯嗯明白嗯一种友善互助的精神然后就是一种励志的满满的正能量嗯而且就是咱们云南的风光很美灭胶的风光也是尤其的美嗯嗯那就说是我是想把就是我们云南的风光很美 优美风光呈现给世界的观众嗯嗯然后这部电影在什么时候上映我们这部电影预计会在明年初的时候上映明年初上映明年初上映明年初的时候会跟全国的观众见面嗯嗯希望到时候这部电影会有一个不错的票房嗯谢谢谢谢曾总您未来对这个风格影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展望还想再拍一些什么样的片子呢就是像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大型古装儿童电视剧长河大典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部正在算是秘密筹备吧嗯嗯一部均匀起材的电视剧嗯然后就说是这个应该算一个县里片吧嗯那就是片名呢展示保密后面我们会专门召开新闻发布未来发布这个消息嗯然后就是电影呢我们现在就说是手上也有蛮多的剧本在选择那我们还是就是说会以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为主 然后来拍一些就是既展现我们云南的优美风光嗯然后又能充分体现这个少数民族特色的一些片子给大家看嗯那像就是我们这个纳西族守护青少年励志电影寻找雪山呢既然说到了纳西族那就是我们全程都是在丽江取景拍摄的除了展现丽江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外呃大家也看到就是这个纳西族的服饰也是非常漂亮 这一套真真串的这套服装呢是纳西族传统的那个服装嗯那就是说而且我们这个寻找雪山里面呢嗯非常多的纳西族元素我们的全片音乐还有主题曲全部都是纳西族非常传统的而且还是那个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嗯嗯包括就是说片中有很多情节很多那个内容都体现了蛮多纳西族的 非遗传承的东西嗯那就是说是大家到后面影片上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影院观看的时候在片中里面去寻找一下嗯非常期待这个寻找雪山最后上映的时候所以观众朋友记得明年年初的时候去电影院来支持我们的寻找雪山嗯那就希望大家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呢到电影院能观看我们纳西族首部青少年励志电影寻找雪山支持我们中国的儿童店谢谢大家 嗯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人之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